字幕君 字幕君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岸水 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三款不同的卡牌遊戲 分別的是炉石戰記 然後LR也就是符文大帝傳說 還有這個MTGA也就是魔法風靈會的線上版 那我們先從炉石開始講 因為爐石是基本上這些電子卡牌先驅者 而且基本上後面兩款遊戲有點是因為爐石的表現很好 所以後面的那兩款遊戲才出來 然後後面兩款遊戲其實也有接近一些爐石的長處吧 或者說他們認為爐石為什麼會這麼受歡迎的關係 所以他們有接近一些爐石成功的地方 然後來吸收為他們所用 只是大家可能就是沒有那麼容易看出來 那我們來講一下爐石這個卡牌遊戲其實最成功的地方是什麼 那其實就是他的動畫 算是吧就是他的動畫其實還蠻有趣的 像是一些傳說牌打出都會有一些特效之類 然後還有整個流暢度其實也都非常的好 就是輪流做事這一點其實對於遊戲的流暢度來說是非常非常好的 雖然也讓遊戲的互動性相較於剩下今天要講的其他兩款比較差一點 可是這個遊戲的流動性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在就一開始的版本裡面 比較以前的版本其實遊戲的那個流動性我覺得算是 就是爐石成功的一點就因為就假設做一件事然後都要等別人30秒 其實對大家耐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然後接下來動畫這一點其實也非常重要 就是動畫的酷炫感會讓大家打出這些強烈牌的時候有一些額外驚喜吧 就像吃到蛋糕上的糖霜的那種感覺 不過當然前提蛋糕還是要好吃 有點這種感覺啊 那接下來後面 如是其他有個蠻特別的地方是他的隨機性 就是隨機性這一點其實是在那個 在一般紙牌上面其實是比較難體現出來 因為就是你要在200個隨機目標裡面選一個其實是一件 在紙牌上很難做到的事情 反正就很麻煩就對了 就在紙牌上不是很友善 可是在電子卡牌裡面就完全可以做到 然後接下來就是讓如是中期其實能夠繼續撐下去的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其實是在於一些特殊的傳說牌啊 這件事情我其實也講過蠻多次的 其實特殊的傳說牌在蠻早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 我覺得一開始可能是譬如說像索爵森大地種牌 他們發現有一堆人開始在用或是 應該主要是索爵森大地 就發現他們一直在演變啦 這種三個職業可以用的傳說卡 然後也都非常的特別 這張超失敗 不過至少有兩張都成功了 到這邊就開始正式開發一些特殊型的傳說卡了 然後這個DK 傳說武器 然後傳說法術 可是傳說法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相對來說沒有那麼猛 盧斯有發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Ben Bro走掉 Ben Bro是在 真的是在狗頭人走的 然後傳言他有 他走的時候應該爆爆計畫才開始開發 狗頭人真的是盧斯算是一個分歧點吧 因為狗頭人是年初的第一個資料片嗎 我其實有點忘記 只是前面這幾個資料片都超級好玩 所以其實有點Carry盧斯再多活了一點吧 我覺得 就等這些東西真的都到開放之後 就有點不大OK 我覺得主要應該是這樣 就新開發的這些牌其實都不夠 我覺得都有點不大夠有趣 做的事情都不夠有趣 然後導致盧斯現在開始往下走 應該說盧斯卡牌開始往下走 其實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我覺得這張牌超有趣的 不過我沒有打出來幾次過 我只打出兩次過而已 不過也因此其實盧斯開放 盧斯開放其實還有一定的有趣度在 因為那些有趣的牌全部都跑開放去了 呵呵呵 還蠻詭異的 我其實有在想過要不要去盧斯開放玩 可是我不知道 到底會不會有人看盧斯開放的東西 盧斯開放其實有一些 蠻多東西可以開發的感覺 不過我不知道 我現在實在是不大知道要不繼續做卡牌型的內容 就如果說盧斯卡牌可以解決那個 就是一些有些新的有趣的機制的話 其實應該還蠻好的 就通常一個資料片要成功的話 它必須要 要嘛就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機制 不然就是要有譬如說三四個 還可以有趣的機制 然後這樣子其中一個機制 就是不有趣的時候其他機制還可以撐住 大概是這樣 那盧斯卡牌就大概講到這邊 接下來是這個MTGA的部分 MTGA我其實還玩的蠻多的吧 算多吧 我有爬到相當於如實的傳說階級 最高階的千級 然後最好爬到前三百名吧 然後它只有一個伺服器而已 不過你可以看到為什麼 MTGA在台灣不夯 因為它只有英文版 它其實有應該有韓文版跟日文版 所以其實有興趣的人 應該是可以來玩韓文版跟日文版 對有日文跟韓文版 至於為什麼它沒有中文版 我不知道 我有聽說為什麼啦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做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做 那這個其實MTGA 或者說魔法洪影會 基本上是 算是卡牌遊戲的主師爺 然後這個主師爺其實也有 就是接納一些如實的idea 像MTGA本身 它也增加很多那種 打出卡牌的特效 就是你打出這些 也像是傳說卡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它不用是傳說卡 甚至是史詩卡 它也會有一些特效 所以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等於說它有吸收如實特效的 這一點進來 後來發現我覺得特效真的是一件很 很有趣的事 就是它其實還蠻難做的 可是它效果其實真的很好 對 然後這也算是非常複雜的遊戲 這個MTGA 它正式天梯其實就是Bull 3 就等於說你們都要說是三戰兩勝這樣 一個Bull 3就可以打到一個小時 Bull 3只打一個小時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其實還有計時器 就每個人好像有半個小時吧 所以最多就差不多打一個小時 因為一方的時間通常會先用完 可是中間還要換牌什麼有的沒的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15張換牌的東西 就是背牌啊 15張背牌 那 這邊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MTGA也吸收了一個如實的 算是基偶的概念啦 只不過 他們基偶那種特殊牌型 給額外的好處 就只有讓你多一張牌而已 起手 多一張牌隨時可以打出 而且不在手牌裡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優勢 可是要符合一些特殊牌型 像這張牌是你 你牌組裡面的牌要大於 一般的 牌組牌量下限的 多20張 所以一般牌量下限是 60張牌 那 這個 要80張牌 因為不同的賽制 其實牌量下限會不一樣 不過當然如實就不可能有這種東西 因為如實你不能放第31張牌進來 可是 MTGA他是可以放更多張牌 他可以放 應該是你愛放幾張就放幾張 忘記有沒有上限 對 一般而言 這個機制其實還真的有基有存在 MTGA其實我覺得 整個複雜度 是蠻符合我胃口的啦 他算是複雜度 幾乎是可以想像 最複雜的 我玩過最複雜的卡牌遊戲了 然後也因為這樣 然後再加上他們其實 資料片都出得非常讚 所以 導致我有點沒有辦法回去玩盧斯 我覺得有點是因為這樣 就有點 被另外的卡牌遊戲給寵壞 可是這個卡牌遊戲我又沒有辦法賺錢 就有點這種感覺啦 這個卡牌遊戲受眾實在是 實在是有點小 有點可惜 不過其實在 受歡迎程度跟那個 跟遊戲性上面 其實我這邊 可以稍微提一下 就是 一個遊戲越受歡迎的時候 像盧斯 最受歡迎的時候 像現在盧斯其實還是蠻受歡迎的 然後就導致他的 最佳牌組 就是越快會被找出來 然後最佳牌組被找出來之後 其實整個遊戲的遊戲性 有點是就 直線性的下降那種感覺 就有點像是一個病毒一樣 就 你用最佳牌組 開始打別人之後 那個 另一個人就會被你的最佳牌組給感染 其實有點像那個 大亂鬥的感覺 那個大亂鬥的感覺 就是 你如果打樹的話 你就會 憤怒的去超牌 然後就導致 最後大家都用差不多的牌組 在互相PK 可是像MTGA裡面 就 應該是因為牌組的複雜度的關係 牌的複雜度的關係 所以有點讓 那種找到最佳牌組的難度上升 所以我覺得 大概 如時也可以跟MTGA學一些東西 就是 你的卡牌遊戲必須要再複雜一點 做的事情必須要再複雜一點 然後稍微介紹一下MTGA吧 MTGA 基本上 這個 他們有很多種不同牌 那第一種 你需要知道的是連 法力水晶 你都他媽要自己 自己抽上來 而且法力水晶 還有分不同顏色 然後 一些水晶還有 能力可以用 呵呵 可以消耗水晶的能力 然後 有些生物 甚至也有一些觸發式的能力 就你消耗水晶 然後他還會做一些OIS之類 它基本上是你可以想像 幾乎是最複雜的遊戲 因為你 那個傢伙他的能力是 你可以決定什麼時候觸發的 然後還有能力可以跟 那種東西互動 然後像這種彭洛克的東西 就是他只會觸發的能力而已 可是彭洛克又還有一些被動式的能力 反正基本上就是 複雜度調到最高的卡牌遊戲了 假設你真的想要 玩更複雜的遊戲的話 那其實MTGA就是非常適合你選擇 不過因為還沒有出中文 所以你還要學會英文 呵呵呵 不過其實也因為他複雜度 所以我覺得 紙牌類的MTGA 常常會被大家玩錯規則或什麼之類的 MTGA就大概講到這裡 所以 最後一個是這個 LR 也就是符文大帝傳說 那符文大帝傳說其實也 有點 招逢 跟爐石一樣的問題 就是 所以他的 受歡迎度越來越增加 他的最佳牌組 會越來越容易被找出來 然後 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有這些所謂的 英雄卡 我覺得跟傳說卡有一點點像 可是你可以放 很多張進來 呵呵 大概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同時場面上只能 只能存在一張 同時場面上只能存在一張 就是 同名的傳說卡這一點 呵呵 其實是跟那個 跟MPG也就是 魔風是一樣的 一樣的道理啊 MPG 場面上也同時只能存在一張 這個傳說卡 然後對傳說卡放進牌組裡面的規則 也跟這個 LOR也就是 符文大帝一樣 都是 跟一般卡一樣沒有特別限制的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作 把LOR看作 就是有點 爐石混合魔風的感覺 連那個 法術在Counter 就 比如說他這個法術 法術速度這邊 也是有點像是 魔風的感覺 只是魔風有更多的 更多的反制牌這樣 甚至有些流派就專門在玩反制的 可是就 想必開發LOR的人 並不是很喜歡那個流派 所以 只讓其中一家有一張反制牌而已 對 就你必須要用其他方法來 來反制 來反制法術 不能直接就是 欸 你那張不能用 呵呵 然後就說 欸 你不能用 讓我不能用牌的那張牌 之類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反制別人的反制 沒有那麼多 不同的反制牌 不過搞不好隨著 LR繼續開發下去 會有更多反制牌 說不定啦 然後 LR 比較像如此的地方 在於他的 牌種 他牌種也 比較 沒有像那個 魔風那麼多 魔風還有神器啊 痾 結界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還有彭洛克 那基本上 LR也一樣幾乎是只有 手下跟 發出兩種東西而已 其實我心中還蠻希望 LR可以獲得 就是他可以處得更好吧 可是我覺得他 LR現在可能 看起來並不是太妙 呵呵 我覺得現在卡牌遊戲 可能看起來都不是太妙啦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卡牌遊戲 可能有一些 本質上的 缺點啦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隨著 遊戲的熱度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然後大家都越來越厲害 之後 那個 最佳牌組 太容易被快速的找出來 可能一週之內 幾乎就會找出最佳牌組 那接下來 就是 開發商能夠 遊戲開發商能夠做的事情 就很有限 因為他們花了很久的時間 才開發出這些卡牌 可是 這家牌組又太快被找出來 然後導致 要嘛 他們就必須要 譬如說兩週就要調動一次 各種卡 那 合了那些卡的人 就會覺得很幹 想說你幹 你怎麼調我卡 就是他們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法 可以一直改變Meta 這大概是 比較大的問題 然後 他們也沒有辦法 譬如說兩週就 形影一張卡 一兩張卡 然後 新印的卡也未必可以一直撼動Meta之類 新印一張卡可以撼動Meta 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 大概 卡牌遊戲的 有一些本質上的 含問題啦 就現在的 遊戲來講 就我從一個做內容的人來說 就是 有很多人實在都不是來看 我感覺玩卡牌不是來看 遊戲過程 比較像是來超牌 就他純粹的是 他可能看一看就想說 嗯 好 這副牌我覺得OK 我超 然後超了之後他就 不會回來 就他不會把剩下影片看完之類的 所以 對我來說 觀看時間可能就沒有那麼 那麼那麼理想 所以導致 導致做卡牌遊戲的 內容的時候 有時候 你會反而是 要做一些比較 怪的東西啦 我覺得自走期 現在也有一點這種 傾向 就是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是一些 不合理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才會想看說 到底發生什麼 不合理的事情 可是不合理的事情 自走期比較有可能發生 卡牌遊戲比較難發生 因為卡牌遊戲的玩家 大部分都已經被感染成 最強牌組使用者 所以 大家都在用最強牌組 對撞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創造出那些 很有趣的 不合理事情發生的 狀況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技術上限 像是這種比較 我覺得不是MTGA那種 極高複雜度的卡牌遊戲 其實技術上限有一點 有點太快就達到了 就真的只有 譬如說牌剛出 一陣子的時候 那時候才會有一些 比較考驗技術的時刻 就是你對一些牌 有一些比較深刻的理解之類 然後或者你已經 先想過他們的COMBO 有過鑽研 那時候技術上限 才比較能夠展現出來 我還記得我玩卡牌的時候 的那種感動 我其實還是記得 只是 我現在沒有辦法在玩卡牌 的時候 找到那種感動吧 應該算是這樣講 就是我 我在玩牙瓦拉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我在玩一個 沒有在玩一個新遊戲的感覺 其實還蠻詭異的 就我覺得這好像不是一個新遊戲 這好像我好像在哪裡玩過 只是大家都長得不大一樣 那種感覺 就是牙瓦拉還是有很多機制不一樣 可是他真的就真的 很像是爐石混魔風的感覺 他給我的感覺 就是真的是爐石混魔風 然後 我花在爐石的時間上是最多的嘛 然後接下來是 MTGA上面 然後接下來才是LOR 可是LOR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像爐石的那一面我玩過 然後他像魔風那一面 我也玩過更複雜的 所以就 對我來說相對來說 吸引力沒有那麼多 而且卡牌遊戲還有另外一個小問題 算小問題嗎 就是神抽吧 我覺得應該算是神抽 神抽有兩種 一種是禁牌非常非常順 就是有1打1有2打2 有3打3 1 2 3 4 5 6 這樣子 然後對手就爆了 這是一個還蠻大的問題 其實其實在所有卡牌遊戲裡面都有 就是靜太順的問題 然後 接下來就是 也算是 就對手一直神抽 一直可以解掉 你覺得很強的play 就是他剛好可以counter你的play那種感覺 就是手上只有只剩一張 一張牌或兩張牌 然後 他手上剩那一兩張牌 剛好就是 可以克制 你手上四張牌裡面 你選擇要打出的那張牌 那種感覺就 非常不好 有時候那些事情是可以用 一些技術來彌補 可是像那種 抽很順那種東西 就 真的很難處理 我覺得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這是現在 目前卡牌遊戲 遇到的問題 就是 可能也跟想要往電競靠攏 有點關係 像如果是有一陣子 想要往電競靠攏 他其實犧牲了蠻多 娛樂性的 我覺得 就是 到底要往電競走 犧牲很多娛樂性 還是要不往電競走 然後 增加很多娛樂性進來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 開發卡牌的時候 要 可以注意的事情 然後 我其實不知道 LOR到底 定位在哪裡 就是他是有 非常多娛樂性 還是他非常的電競 也不知道他們現在 對LOR的期待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LOR處在一個 蠻詭異的狀況 因為他在國外 感覺也沒有紅起來 然後 你們 你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一個在國外 不是很紅的遊戲 我是非常 不敢做的 就通常在 國外紅的遊戲 在台灣都未必會紅 所以 這個我其實真的不大敢做 我覺得LOR可能會 可能會爆炸 說實在 我覺得LOR可能會爆炸 不過搞不好 然後 他可能要比如說 一陣子才會爆炸 那可能也還好 就對製作內容上來講 可能比如說 有半年 他會還不錯 那其實也 挺OK的啦 總覺得好像缺乏一些 關鍵性的東西 我覺得啦 可能我被 如實的黃金時代 重壞了 就感覺 他需要 需要一些大絕招 之類的東西 雖然理論上 這種變身就已經大絕招了 搞不好再變身一次 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 如果能夠變身兩次的話 對平衡什麼的 應該有蠻大的影響 這有一些詞綴 其實都 幾乎都是那個 幾乎都是魔風的詞綴 魔風的威嚇 是有數字在後面 就是 他會說 威嚇二人 就是 攻擊力 力量值 兩點以上的才能割蛋 之類的 而不是 都一樣是一樣散 所以 某種程度上 有點像 是比較簡單的 魔風這樣 不過 ROR的IP 是真的很強 所以他們 可以做一些 像這樣的事情 好啦 就 大概講到這邊 如果說大家有什麼 反饋的話 或是說 你覺得哪個遊戲 怎麼樣的話 請大家也可以留言 在下面 我也會看 想大家喜歡 我們就 再見吧 掰掰 純屎 我們很快 對 我們amas門 都很快 我們好 超級最多的 ,沒有 是